各位宜蘭鄉親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節國語新聞 新聞開始來關心交通的消息 交通部倉促取消了端午廉價 國道夜間免過路費的措施 導致宜蘭縣無論是在雪山隧道 還是其他另外道路都塞車嚴重 甚至連縣掌鈴沖閒也受到影響 所以希望交通部 應該要多跟地方政府溝通協調 才可以真正符合民眾對交通的需求 對於這次端午連續假期 交通部有了新的因應措施 所以縣長也特別走了一趟高速公路 結果縣長認為 交通部有必要重新檢討 注重地方的聲音跟需求 新的保護長有猜出 出銷夜間的免費收費 和一部分的 可以提供台中文書的混流策略 基本上來看起來 現在的方法 大家都沒辦法砸到混流 有一個效果 所以看起來 不可以說這四天交通的流量有增加 是變成搭車的主要原因 如果它率先輸到 我這幾天也有特別 去體驗說 到底要多久 我這樣在早上要去台北 中島賺兩小時 所以在這種實質的效果來看 我們希望賀城部長 應該要針對交通的這種鑽壓 要更能夠了解 尤其是雪山隧道和用路人的一般心理 縣長表示雪山隧道還有其他連結道路 遇到加熱塞車已經是地方積極尋求解決的重要交通課題 所以中央應該充分與地方溝通 要怎麼樣合作 找到分流大量車草的方法 解決賽車問題 因此近期將前往中央來面會交通部長 我們希望說第一要讓我們宜蘭人出外的人回來 也很方便 當然可以讓他們不一樣的事單來做一個選項 對外來有限 我們除了管來我們要提供 還有很多台中文書交通部 也要針對國土 其實所有的都是在一號接三號 三號接五號那裡托 十幾公里 所以基本上這種的交通的管理 必須要充分與地方同學來做 也希望保長現在的新聞要了解 國土也好 行動也好 都是交通部管理 我們地方的交通的建設 基本上我們宜蘭官並不是說 無止境地要求中央來補助 以宜蘭官這種交通流量和生活圈的區位 共同部應該要站在大台北地區的交通事局 來看宜蘭的交通建設 這樣才是我們今天要來講 怎麼來在第一期改札 還是當中登記改札 所以未來對這種交通建設 部長應該要有更前瞻的看法 宜蘭秀記者張麗麟採訪報導 我們先來一些非洲交通事局 能夠放任何回合 提供 我們在這段 感谢观看